民众到派出所报案 统统得乖乖排队 因为警方又来受理报案 调查资料的Empli系统大当机 只好拿出远古实弹被拆还的直奔表格 正笔急书 抄写资料 全台警方Empli系统 从四号深夜十点半无预警断线 当机超过两个半小时 不仅让机层叫苦连天 对安军宴 机关网站纷纷传出遭到攻击 中东府 国防部 外交部 网站全都遭流量攻击 一度当机 甚至高雄市环保局 页面挂满大陆五星期 不过刑事局出面辟谣 警方电脑不是被害 所以当他故障的时候 会导致所有的系统 无法正常的连线服务 排除是外部的网路骸客攻击的行为导致 维持治安的小电脑说当就当 实际点敏感 网友嘲讽是不是被害 不清楚 今晚确定是没坏人了 系统三不五十会有问题 可怜哪 之前警生署会视线公告 这次无意警当机 研判就是对岸惹的祸 警政署解释 内部软体防火墙老旧 使用超过十年以上 原定今年就要唤醒 已经紧急更换系统 博斥遭到骇客入侵 只是重要机关接连被害 保护人民的系统接连出包 警方系统又刚好当机 已让人民心惶惶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统合 着胃头